朋友们,大家好,我是阿斌 大家是不是觉得我今天穿的有点非常夸张啊 因为我们这段时间,我们这里每天都是下雨 所以说这个天气就等了,我都穿上女龙服了 现在我们准备把这个君子曬好 不过他们昨天捡了非常多的阴酒 你们爸爸来的时候,还是要晒到外面的地上去 给他关起来,那都差不多 姑婆现在也在切君子 切好的话就放在那里面晒 看这旁边都已经晒了很多的君子 大家看啊,现在我切了这种君子的名字叫牛肝菌 这个牛肝菌叫白牛肝,我们这里还有一种牛肝菌叫黑牛肝 这个切着有感觉,还有食欲感 这个可以把它抢成五花肉了 这个白色的这边就是茴肉 这边就是瘦肉 这边就是瘦肉 像不像? 看着都想吃 你们看这个就是没有开下的 孤单 就这么大就长大吧 姑婆切的这个叫青肝菌 青肝菌 也是非常好吃的一种菌子 太酸了,这么大 飞难了 好吗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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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就是切好的一片一片一片 晒干以后会缩水 就没有这么大了 现在舅舅再把切好的牛肝菌给晒好 好吗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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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眼前这个就是刚才姑婆切的那个青肝菌 但是它就已经不是红色的了 晒干以后就看着有点灰色 灰色色的感觉吧 这个盘子里面的话就是晒的松茸 这就是开花了的松茸 然后自己晒起来到时候可以吃